小姐 你别生气了 这种男人有什么好生气的 不要也罢了 你说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呢 不对不对 再怎么误会 也不能误会到一张床去吧 他那天喝醉了 是我送他回来的 他那天醉到连路都走不好了 怎么可能还会做那种事 一定是楚天阳趁他喝多了 故意勾引他的 真是太过分了 少爷 你们刚刚说什么 沐星辰跟楚天阳上床了 不关你的事 怎么不关啊 丁香 你跟我说清楚 他俩到底怎么了 少爷你别着急 他俩没什么 我要你跟我说实话 他俩到底怎么了 你要是不说 我现在让你从叶家卷铺盖走人 别啊少爷 他俩睡了 阿姨 沐星辰 远之 不该喝这口酒的 不该喝这口酒的 不该喝呀 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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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糊涂 能干吗 你干吗 那就都不糊涂 一切的 这样做对你们两个人都是伤害 你知道吗 霓裳 对不起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好 新城喝醉酒 是她让我留下的 所以 我就留下了 阿瑶 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你到底给她下了什么药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是我给她下的药 昨天 我只记得新城屋里有半碗蜂蜜水 我们被舍得浪费 就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我就迷迷糊糊的 什么也不记得了 肯定是那水的问题 不可能 又是一种 人家里有什么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还有 我给宋子晴做了尸检 她的咽喉部位有毒药显然是被人害死的 那天 那天 只有你和她在一起 你怀疑是我毒死的宋子晴 你可别忘了 大山传越中毒之后 宋子晴给她吸过毒 现在是因为新城的事情 你怀疑到我头上了 云长 我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你怎么能把那么龌龊的事情 想在我身上呢 好 那如果不是你做的 你拿什么证明你自己的清单 轻者自欺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向你证明 阿瑶 你 行啊 燕玉长 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 你从小出生好 家境好 所有的男人都喜欢你 不像我 从小共苦两天 没爹没娘 现在因为一个新城 你又反过来怪我 云长 我一直把你当作我最好的朋友 你既然已经怀疑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那我承认 行了吧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 你怀疑吧 都是我做的 阿姚 昨天 我喝了那杯水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是金川队我 他非得不让我走 都怪我 都怪我 阿姚 对不起啊 也许也许真的是我错怪你了 你放心 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真的是受益对你不轨的话 我一定帮你讨回宫的 阿姚 你别哭了 你们没交 帮我找到沐星辰 宁朝 我告诉你 星辰绝对不是负稀罕 你一定要相信他 这样 我带你去找他 在前面 走 怎么办啊 宁朝 你看 他在那儿呢 看他的样子 心里一定很难受 他肯定不是个负稀罕 爱 宁朝 你怎么在这儿 我问你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阿瑶都跟我说了 说是你 对她又搂又抱的 还不让她走 我真的不记得 可我迷迷糊糊之中 是看到了你 真的 那我问你 你喜不喜欢她 我只把她当普通朋友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姓陈 你要是个男人 就对她负起责任 我算是解释不清楚了 是 医馆暂时回不去了 还是先解决药杖的事吧 沐县尘 你给我出来 这怎么了 沐县尘人呢 我 我不知道啊 人呢 他没回来啊 王八蛋 沐县尘 沐县尘你个王八蛋 沐县尘你个王八蛋 沐县尘 王八蛋 滚出来 沐县尘 沐县尘 你发什么疯呢 我都知道了 沐县尘那个王八蛋 沐县尘 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你就别给我添乱了 你还嫌这事闹得不够大吗 阿县尘 你就别在这干了 你亲我呢行不行 走 沐县尘 你是要逼死我 你才开心是吗 好 那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来 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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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沐县尘 老头今天废了你 给我出来 叶远至 你又来干什么呀 我来干什么 阿县 他敢欺负你 我让他不好过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能找你管吗 你别在这儿下气候 我是谁 我凭什么不能管 沐县尘欺负阿县 我怎么不能管 你凭什么拦着我呀 我凭什么 就凭我是追阿县的第一个人 这事用不着你管 要管也是我来管 你没资格在这儿说话 我怎么了 我怎么就不能管啊 你给我 行啊 你们两个都给我走 上官微轩 你给我等着 阿县迟早是我的人 阿县 阿县 你别生气了 这孩子年纪小 不懂事 我留下来陪陪你吧 你懂事 阿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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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 你别生气了 要带你了 我便能不能够 我便不租我 你不能够 结果了 我发誓 我一定会找到给你下毒的人 给你报仇 我真羡慕小蝶姐 有一个这么爱她的男人 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阿琪 你是好人 你还是找一个适合你的人 照顾你吧 在这世上 除了你 我还能喜欢谁呢 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我知道 在你的心里 除了小蝶姐 不会再有任何人的位置 你放心 我不会抢占她在你心里的位置 我只要能像现在这样 陪在你身边 和你在一起 我就心满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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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来 我和你 你觉得我 你不想要 我 我 你不想要 阿嬷 韩斯先生 您明明知道 这些污水有剧毒 为什么还让他们 往河里倒 叶会长 您答应过我 只要我去叶云长 就立即关庭要长 沐行臣 我跟你说 我一直把你当 未来女婿看待 可你跟那个 楚天瑶搞得不清不楚 是不是 太不把我们叶家 放在眼里了 我想您是误会了 我对云长真心实意 绝对不可能做 对不起她的事 外面那些创业都是假的 我也知道 这可能是误会 所以才心平气和跟你说话 但是 如果我知道 你对不起云儿 我一定对你不客气 这个您可以放心 我心里只有云云长 未来的妻子 也只有云云长 但是在这之前 能不能先请你 把药厂停了 您看看这些树木 还有那些死去的动物 科学总会有代价的 我们生产出来的药 是用来救人的 垃圾算得了什么 像你这样的想法 英国就不会有第一次 工业革命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您先回去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您这是饮酒止渴 我之前曾经给乔振昆看过病 可以让他试一下 我现在生产的消炎药膏 也许会有很好的效果 真的 那我倒要看看这药怎么样 好的 你跟我来 吴星辰 你还在这儿 今天云儿母亲生日 你赶快去圣玛丽医院陪陪她 你们年轻人 有什么事多多沟通就好了 好 我这就去找她 去吧 好的 吴星达 我这就去圣玛丽医院 我都要去圣玛丽医院 那天 我们可以练成 感恩 我知道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年来 我每年都会来看你 佩蓉是谁 姑娘 我来看你 二、四 顾好 马上封合 方 reached温室 我没想到我的病 会搭上那么多人的命 我只能来世再还了 她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母亲的死 跟她的病有关系 我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我小时候经常陪着我娘 因为她要加班 后来就得了传染病 死在这家医院里了 她得到什么病 奇怪 云长 那个房间为什么上着锁 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啊 那个房间一直都是锁上的 不知道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过去看看 这个地方这么久了 为什么这个锁还这么些 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 我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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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这些人 还在红炉 还有什么 我们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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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怎么呀 看到什么吗 里面全是强制弹药 强制弹药 会不会是乔政坤藏在这儿的 要不我们赶紧走吧 别打草惊蛇了 给我喝呀 少爷 有个外国女人找您 快快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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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聊天 哈啰 嗨 我找乔振天 他在哪儿 他出去了 有什么事找我也是一样的 你是谁啊 我不需要你陪我 这么说吧 乔振天能为你做的 我也可以 我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 给我让开你 什么人呀 振天 振天 奇怪 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 怎么不在了呢 我就说了吧 他不在 不在 不在 你赶紧走吧 什么事都做了 想拍拍屁股走人 什么事都做了 你们都做什么了 我告诉你 你们俩是不是那个了 这位是 姨妈 你好 我是振天的女朋友 女朋友 刚认识的 爸 振天 他真的是振天 原来你怎么在今儿啊 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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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了 振天 振天 我的天 振天 振天 表哥 表哥 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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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允许进来 出去 是 老爷 他这是怎么了 老爷 郑田这是怎么了 看来 他要不过后臣了 不用了 爹 又在看我娘的照片啊 小妈看到又该生气了 她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和你娘的感情 她是知道的 你要是想她了呢 就到圣玛丽医院去看看 不去了 就怕触景生情 爹 我娘当年到底是怎么去世的 你为什么就不肯告诉我 芸儿 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别再问了 我在圣玛丽医院碰到了乔振坤 还看到了一大批武器 你红呢 芸儿 芸儿 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你不准再查这件事 为什么 芸儿 芸儿